网红贵妇奶奶 男朋友黄伯健 以及男友父亲黄力雄涉嫌诈欺 潜逃到海外遭到通气 黄力雄夫妻两人逃往海外将近六年之后 在今天清晨回到台湾投案了 一落地 立刻被上号带回市调筑征讯之后 再送到地监署来做附讯 而黄力雄涉嫌诈欺案的部分 预定50万元交保 限制出海出境 还必须要带上电子脚镣加以监控 妻子黄力雄涉嫌诈骗400万元盖庙 但却把钱拿取投资失利不还钱 在复讯之后 无保请回 但限制住居出海出境 撤销通气 律师现身北检 贵妇奶奶男友爸爸黄力雄 进过台北地检署复讯后 5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还要带上电子脚镣被监控 要不要停下来讲一下 另外一头 因为诈欺被列通气犯黄力雄的妻子 黄力雄则是无保请回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也撤销通气 两人面对外界询问都不发一语 从经常五点班机落地上铐 马拉松市到试调处征讯 再移至地检署复讯 疲惫眼神藏不住 有落叶归根的那种感觉 所以夫妻党都有这种感觉 都有这种感觉 王红贵妇奶奶与男友合开医美诊所 涉嫌吸睛十亿 包括挂名院长的钱明依黄力雄 儿子黄博健 还有贵妇奶奶三人都被告诈欺 黄力雄的妻子则是遭人指控 诈骗四百万元盖庙 却把钱拿去投资 失利后欠债不还 一家都是通气犯 黄力雄夫妇逃往海外将近六年 因为申请庇护遭拒绝 将被遣返回国 因此两人主动联系调查局 回国说明黄凌力真说 想陪九旬高龄妈妈过母亲节 而黄力雄则说 因为在海外被黑道追债 再加上身体出状况 想回台湾看病 因此两人决定回台 黄力雄夫妻返台后 贵凤奈奈与男友黄博健 下一步动态也备数关注 所有案件也都将持续追查 记得中和报道